幸運的事情就是 人生安全也沒有受傷 因為手機都埋在裡面 所以沒有辦法 給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我們年紀大 國語辭典作者左秀玲 牽著老伴雙手 出現在大殖民宅坦塌現場 原來他們也是受災戶之一 第一時間被迫離家 我一直想說 能不能早一點下去 他那至少書包要吧 一書本要啊 還有住戶心急如焚的 在臉書上協詢家裡的毛小孩 貼文寫下 當日情況一切來得太突然 緊急逃生後 住家瞬間塌陷 阿花沒有跟著逃生 收困了三天 稍早傳出好消息 主人抱著阿花坐在椅子上 情緒激動到說不出話 在搜救人員的協助下 拆除障礙物圍離 才終於發現他 相關障礙物及圍離 拆除之後 那我們再放回又保隆之後 那施工的工人就有發現 小花的蹤跡 也有居民因為要出國念書 但護照放在家 搜救隊也拿出雙截梯 確認安全無餘破窗 讓他順利進入 取得物品撤出之後 也有發現這位屋主 他有一些輕微的暈眩 眼前的老伯伯也很失落 重回家園 卻被擋在封鎖線外 我沒想到在那裡 洗鏡 覺得很不方便 民宅坍塌第四天 有家卻不能回 最嚴重的單數號 傾斜角度維持在35度 沒有再改變 只是雙數號居民要回家 就算有電有瓦斯 但家真的安全嗎 好嗎